孤独人物的家庭生活被曝光呢 已经是件司空见惯的事了 最近主持人华少的太太和儿子的照片 在网上被曝光 却让她有一些困扰了 这个困扰呢 不是因为她想捂着太太还有儿子 不让大家认识 而是网上所说的这个太太 她自己压根就不认识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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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天我真的刚好撑这个机会 感谢你问我这个问题 非常谢谢我太太不叫秦丽哥 我的人生到今天为止 没有认识任何一个女性叫秦丽哥 然后我太太也不是这一行的人 华少如此着急 都是为了给自己的太太证明 之前有媒体报道称 华少的妻子秦丽哥 是跟华少同一家电视台的 王牌栏目的编导 事情描述的有鼻子有眼 可是让华少哭笑不得 不仅妻子的身份 与网络发布消息不符 网上贴出的华少儿子的照片 也跟真实情况有误 知道那个穿龙袍的小朋友 不是我儿子 不要误会了 当然对我来讲没关系 其实我认识那个小孩 那是我儿子幼儿园的同学 他爸妈妈跟我也是好朋友 那其实是他们有一点困扰 因为他们被很多朋友打电话 去问说你儿子怎么变华少小孩了之类的 这么一说大家才知道 原来都是误会一场 照片上的不是自己儿子 妻子也绝不是什么编导 虽然关于家庭的更多信息 华少不愿透露 但言语兼听的出来 妻子绝对是位精明能干的贤妻良母 我太太是在家里做这个行 她主要工作是打理我和我赚回来的钱 她理财啊 因为我很懒 就是我不太管家里的事 她留一点零花钱给我了 对对对 男人身上怎么可以完全没钱嘛 对对 要不然出来怎么见人 自从去年主持某歌唱比赛类节目之后 华少获得了相当高的人气和知名度 拿奖不说 出书录制单曲 拍电影 主持各种节目 工作连轴转 就连七夕当天 华少都没在家陪陪妻子 这种忙碌的节奏 会不会让妻子对她有些不放心呢 这两年您那么火 太太对你放心吗 放心放心 越火她越放心 像我这种混了时间又长 又长得那么好 人脸上的地形地貌 又特别的人啊 她就觉得说 如果做什么坏事 会被人家拍到